歡迎好朋友來到 《古海大丈夫》 現場為了邀請到的是 永成國際投股陳建成分析師 建強老師好 挺好 眾志觀眾朋友好 大家好 老師我想先把愛心逼給大大門 今天我看到台積電收最高550了 中秋前很多人不敢報過節 那時候516 517 老師 我們這是山頭斜照 我們就是萬邀街 第一街 有地開買 只需買 到今天到550 一張至少贏3萬的價差了 聽老師的話 節千買股票 然後到現在 至少就3萬的價差了 對 建大盤不錯對不對 是 瘦最高 我不曉得建大盤 你要聽別人怎麼解 我說大盤會動 那就是台積電在動 大盤在跌 指數在跌 就是台積電在跌 所以台積電就是 要解大盤給你聽 那就解台積電 對不對 2330台積電 今天收最高 那節千 台積電 外資在殺的時候 你不敢動 你不敢做 我們就是 由地開買 繼續買 對 我不跟你講說 特別是台積電 你如果要跟在 外資後面做 你會少賺很多錢 對 你看今天的台積電 550而已 550了對不對 對 你記不記得 我們買了多少 517 520都有 中秋前是517 上禮拜是520 至少一張就是3萬以上的價差了 你知道台積電 昨天 外資買1萬8千張 對不對 那我這邊不是才跟你分析台積電說 是 如果說 台積電要動 要大漲 要靠大人的力量 他買1萬8千張 買1萬8千張 這邊是誰砍下來的 外資 這邊都是外資砍下來的 對 外資在這邊砍下來 對不對 外資砍下來 只是我在跌 你不敢做 我們台積電先進班的 我們就來撿 是啊 有沒有 這兩個位置都有撿到 對 你看 台積電現在跳空 昨天他買1萬8千張 這邊砍下來 這邊買回來 在幹嘛 追高 殺低 所以我們跟你講 我記得我這幾個月 我都告訴你說 你不要相信那什麼外資交易員 外資交易員 他們幫大戶操盤 一年只要賺5% 10% 表現就很好了 因為人家幾億的資金在做 賺個5% 10% 感覺就還不錯 可是你擺明著看 我說這段時間 截錢 又是什麼 美國常債殖利率 又是什麼升息的 那時候還沒有尾巴衝突 那時候是美元 有沒有 結果 你不買 我跟著國家隊護盤 現在上來了 現在外資又要回來對不對 巴拉行庫會怎麼做 他是不是530 520 去護盤的籌碼 往上他是可以獲利 現在開始往上走了 對 往上獲利 因為巴拉行庫的任務是護盤 他不用坐很長 他不用賺很大段 如果他現在不賣 過兩天外資又要殺的時候 他哪有錢給你護盤 對不對 可是過去這幾年來 我們現在巴拉行庫都大內高手 你真的去看 因為你發現這幾年 除了去年從年頭跌到年尾以外 這幾年你每次發現大盤拉回 你被人家恐嚇的時候 你難道沒有發現 你都會殺在相對低點嗎 這一次截錢又一樣 今年從一月到現在 每一次截錢我告訴你說 你要跟我截錢人家賣股 跟我進場去買 對 每一次都中 截錢買好來 勝率都100 真的 截後都漲上去了 勝率都100 是的 連台積電一張都可以3萬 對不對 520 550 所以愛心要比給達哥 連台積電都可以3萬 對 那這3萬怎麼造成的 這3萬是因為有外資先砍下去 然後我說 每次外資賣的時候 就是怎麼樣 天掉下來的禮物有沒有 如果沒有外資 前面砍 這樣砍下來 怎麼會有這個WD上來的 3萬塊錢給你賺 有沒有 這個甜甜價 就要感謝他們這樣砍下來 好 所以 股票難不難做 不難做 你就是昨天 跳空去坐台積電 今天都有9千塊 可是差別在 你不敢跟我坐在這種地方 517 520 那就很可惜了 那就是3萬跟9千塊的差別 對不對 懂 還有一檔 坐到了台積電 就要看到 環球晶 老師的最愛 怎麼看起來很像 秀蘭姐姐 其實沒有 那個 台積電 剛剛是一個WD才起來 對 但是 秀蘭姐姐要挑戰前高 環球晶要挑戰前高了 是 有沒有 今天的環球晶 已經又回來480對不對 對 482 換句話說 460以下你又有去接 也一樣2萬 是啊 也一樣是2萬 對不對 所以陳蓋谷動輒2萬3萬 就是可以讓你這樣子享受 一檔一檔 所以 你說 我說台灣最有競爭力的 就是在怎麼樣 科技 有沒有 先進科技 科技來自於人性 為什麼 人要賺錢 人要用 人要用iPhone 對不對 所有你現在看到用的 你要用好東西 就要科技 高科技 先進科技 我剛剛跟田馨 坐電車來中視的時候 我們還在看 我手機看到那個什麼 飛天車 天啊 然後現在大陸的飛天車 又走在世界前面 大陸現在雖然沒有辦法 做先進晶片 但是現在要做一台飛天車 不用用到超級電腦 他們已經完成 已經成功的做出來了 只要你可以控制那個 方向 四個螺旋槳 可以動就可以了 上升 下降 速度等等 所以大陸現在的應用是 中國應用現在是走在 世界的前端 前端 對 那我們現在說 我今天還是給你看好車電的 未來少女還是車電對不對 是 這個車 飛天車 這個車 包括怎麼樣 地面走的 現在地面走的 以後搞不好車還可以水上走 還可以怎麼樣 天上飛 還可以天上飛 對啊 這些都要不要晶片控制 必須 要 是 所以我才講說 我們台灣過去這30年來 我們用力的發展半導體 這條路是走對了 而且還不但怎麼樣 我們的記憶體 雖然沒有像 韓國的海力士那麼大 沒有三宋那麼大 但是我們的台積電怎麼樣 不輸三宋 三宋的晶圓代工 都是追不上台積電 英特爾也追不上 對 我們的先進製程 二奈米 一個台積電的護國神山 背後是多少 金頭腦 多少半導體對不對 多少福祉 多少IC設計商 你們知道 現在有新股王 即將要出現 信華 信華跟四星 四星KY緊追在後對不對 對 一直PK 四星KY如果沒有 台積電先進製程的技術做後援 四星KY怎麼會賺到這麼多錢 因為差別在 四星KY的股本很小 懂 那我不是告訴你說 晶圓的上游是什麼 我說巧富難迷 無米之吹對不對 巧富難迴 無米之吹 那在半導體業裡面的米是什麼 矽晶圓 環球晶 對啊 矽晶圓 對啊 你沒有這一片 這一片的矽晶圓 你什麼晶片都做不出來 什麼晶片都做不出來 對 我為什麼這麼愛 我們環球晶的 秀蘭姐 秀蘭姐 那個虛董對不對 對 你光 他自己的幾家公司 每年你就可以從裡面 提款很多錢 讓你去旅遊或什麼的 所以今天的環球晶 除了你看 除了環球晶 這兩天的台聖科也不錯 3532台聖科 來 今天台聖科 有沒有 也是強勢的 他沒有環球晶這麼強 但是各位 你可以留意 他也是從怎麼樣 他也是從140 一路到現在150 對不對 153 154 155 有沒有 他也是在AI強漲的時候 他也是一波下來 一樣 我的道理一樣 你要富貴穩中求 你一檔股票 你懂得怎麼樣 山頭邪照 你放著很自然就賺錢了 是 沒錯 可是問題就是 在這邊的時候 你敢不敢做 你不敢做 你只看到到 哇 天天往下跌 好可怕 對不對 但是你不知道他後面有沒有 有機會一直不斷向上 所以差別在哪 要懂得有地看賣 你不敢買這邊 我會買 然後呢 你們通常要買哪邊 你們通常都要買這種地方 這種地方 為什麼這種地方 因為這種地方是 早晚財經節目分析 都拿出來講就會在這種地方 對不對 OK 好 但人多的地方 你就賺不到大錢了 好 還有一個 這一檔更不用講了 先給你看這張圖 來 陳董嗎 國劇家陳董嗎 這是昨天有沒有聽到 你看 上禮拜 就是 從中秋節到 雙十 雙十這段時間 你們都覺得股票很不好做 對不對 大部分的人 我都聽到很多人都這樣講 對 可是我說我們操作 我沒有在管行情好不好的 反正只要看到股價殺下來 大人們賣出來 那就準備怎麼樣 揮棒 準備揮棒 甜蜜區就準備揮棒了 所以沒有在看行情的 就是個股這個價格 值不值得進場買進 對不對 所以我當下跟你講 520買台積電 有時候你們一定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 老師 外資天天在殺 你有沒有搞錯 沒有搞錯 現在是誰搞錯 今天到550了 外資開始回頭大買 現在誰搞錯 18000張了 外資搞錯 認錯了 從來就不搞錯了 所以你就知道 這一兩年 沒行情的時候 你就知道 這些外資怎樣 走腳 老師其實就是 無心定似指北針 方向一直很明確 走對的路 方向明確 你沒有覺得外資 都比你還不會做嗎 我說真的 你看這一兩年 你有沒有發現 外資只有在大行情來 他一路做上去 他會賺到錢 有沒有 可是行情不好 他從去年 他也是年頭 一路殺到年尾 去年他不是賣超快上照嗎 有沒有 他一路賣超上照 我們國安基金拚命的 互盤 互盤 國安基金互盤 台積電還繼續跌 還被你笑 結果現在誰笑誰 國安基金笑外資 我跟著國安基金來笑外資 他們只會往上買 往下砍 就跟最近台積電操作一樣 所以不要再跟著外資做了 我跟你講 你會賣兩拍 特別是這種大外資 因為他不了解 他不了解台股的競爭力 他就是會跟著行情 非常大漲 趕快回來買 非常跌的 趕快來賣 懂 好 所以我們回頭看 剛剛老師要給大家看哪一檔呢 這也是在節目中 其實一直在跟大家講的 來 826 8月27 我的超底轉機分享會 對不對 我那時候就跟你講國劇 還直接開牌 對不對 480進場 有沒有 有 480以下進場 是 我跟你講的時候 我相信這國劇 我一直給你追蹤 我只是告訴你說 你如果不是跟我坐在這邊 你現在再來做的時候 你又要追高殺地 這一檔你會做得很難過 為什麼 不好做 因為他上上下下 對啊 每天都在洗 510 530之間 他就在那邊上下上下上下 有沒有 這段時間是不是這樣子 上一下 又掉下去 又上去 又掉下去 我說這段時間 你才來做你會很煎熬對不對 就是這個區間 為什麼很煎熬 因為你成本在這邊 你抱住的人今天到540了 我恭喜你 當然除了我恭喜你 我更要恭喜當初你跟我坐在這邊的人 480 480 對不對 我說買一點玄金勝率 當你的獲利價差拉開得夠大的時候 你根本就不 你根本就 這邊怎麼洗 跟你有沒有關係 沒關係 怎麼樣你都是賺 對不對 你最近怎麼洗都沒有跌破500 所以我們的起底 480以下500就是2萬了 對不對 就2萬了 這就是底氣了 剩下的那就隨便你了 就好像我說 技嘉如果你當初你買在200以下 對不對 可是到360 370 對不對 都有分析師叫你這邊買 你空手的 你買的時候你會怎麼樣 抖 手在挫 手腳發抖 可是如果技嘉你是買在200以下的人 你隨便你怎麼震 反正我去國外玩個一個月再回來 應該也不會差到哪去 對 本來賺20萬頂多少10萬 就這樣子 你還是賺 少吃幾克牛排 就這樣子 但是有差嗎 沒差 所以買一點決定 所以買一點很重要 決定勝率 你沒有發現 我拿出來跟你講 我們都是三頭邪罩 都是在這個地方沒有人去關注他 很擔心會破敵的時候 我們帶你進場 開始布局 台積電也是 是 對不對 這兩天講環球金也是 智月光也是 不都這樣嗎 哪一檔不是給你在 三頭邪罩的時候 起漲錢 帶你買進去等別人怎麼樣 來抬轎 等大人來 等風來 我看到今天這一根 開不開心 開心 你如果最近才買的 我也替你開心 反正股價一路上去 總是要有人怎麼樣 一路來共襄盛舉對不對 他才會一路上去 所以既然今天這一個突破了 我希望他不要又是一天 但是如果他又只是一天 對我來講也沒差 因為我們是在這 因為我們在這邊 480 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今天才要再去追的 你又要比明確了 但是我總希望怎麼樣 大家都賺到錢 當然 所以後面盡量越多分析師來 共襄盛舉越好 對不對 因為為什麼 因為陳奈民要給怎麼樣 1300 1300 套1300人一個交代 他這麼認真 過去這幾年 一個一個一直併購 對不對 基美 赫立士 施奈德 我們也祝願他有一天 能夠上2000 對不對 全部都解套 讓大家都賺錢 這樣是最好的 好 所以你看老師 天天幫你追蹤 這一張拉出來價差 又多少 480到今天540 又是超過6萬的價差了 所以好朋友們 你看2萬 3萬 5萬 就是這樣子拉出來 富貴穩中求 就是老師一直在講 我這兩天 我有跟各位講一檔股票 我在接錢 國慶前 上禮拜我有邀請你 上禮拜我有這檔給你看 美國基建網通概念股 新品 你看到剛的國具 今天漲幾% 3%對不對 對 國具今天漲10幾塊 16塊 今天國具漲16塊 你覺得好像漲很多對不對 一張賺快2萬 可是實際上3% 我上禮拜我有跟妳講 這一檔 台積電環球經營就不用講了 我們科技般的 來 這一檔 來 今天 沒有最高 最高就5%了 現在4.37% 有沒有比國具差 沒有 沒有 重點它有沒有 重點它是在底部 三頭斜照 你看這邊 剛剛你看國具已經到這邊 半山腰了對不對 對 有沒有 這樣在底部 所以我現在反過來問妳 如果是妳 妳現在空手 妳要選一支股票來買的話 妳要買它 還是半山腰的國具 當然是這個 妳記不記得我當初跟妳講說 即加在350的時候 360 370的時候 那時候細創是220 對不對 沒錯 我說好 就算這兩支 未來都會漲50% 那妳要買哪一個 當然是 妳要買在這個地方起漲的 還是要買現在是在高點的 一樣賺50%妳要哪一個 當然是這樣子的 有腦袋瓜都知道要選風險小的 因為在下面風險小 在上面怎麼樣 高處不勝寒 對不對 懂 所以一樣的道理 如果妳現在空手 妳要跟我做這一檔 妳不要看它今天 4%才剛開始 這一樣照樣一檔20塊的價差 100出頭股票20塊的價差 你要不要 想要的加賴趕快來問 加賴自己跟上 來 妳有沒有看到 美國基建網通概念股 我已經準備到時候標出來 我會在直接現場給妳開牌 好 預備備了 現在趕快來 妳都還來得及 對不對 100多塊 這邊有給妳看到了嗎 100多塊 來 有看到了 有看到了 我們先進廣告 直接自己來問 直接來問 下一段 我要跟各位講這一個 自動化設備 我曾經跟妳提過 但今天股價表現不錯 那是為什麼 後面有沒有細 廣告 時間之後 廣告後 我們再回來看這一檔 謝謝各位 好 趕快先加賴 我剛跟各位講說要講農曆對不對 自動化設備 你看 不是我在虧外資 外資一路賣 你看一下這段時間它一路賣 昨天還大賣 對 都小賣 昨天大賣500多張 今天的農曆 漲了 漲了4% 3.9 將近4% 比今天漲的國劇還要高 有沒有看到 因為國劇剛剛3點 3點多 3點多 但是那個 對 盟利快4% 好 到底盟利今天有什麼題材 你們如果覺得 我現在跟你講這個 不是什麼AI 不是什麼那個什麼 最熱的 你不要看沒有關係 就跟當初我跟妳講矽品的時候 你也不想看 可是因為那時候 大家都在看AI 所以我跟妳講矽品的時候 上品 矽品 220矽品 那時候也沒人想知道對不對 矽創 矽創 我跟妳講矽創的時候220 那時候大家都在關注在AI 關注在技嘉 所以我跟妳講矽創的時候 也沒人想要聽對不對 可是好巧不巧 我講完矽創220就飆到300 對 一樣 那這一檔 為什麼要跟你講盟利 因為不知道為什麼他昨天 他今天突然發了一堆消息出來 三個消息都不同消息 第一個當然是 營收拖到昨天才公布 結果公布結果 月增 月增14% 15% 後來再怎麼樣公布說他要跟台灣鈣鈦礦這家公司 這家公司的董事長是以前友達的總經理 OK 因為我們親大幫的 來 那要核資新公司 第三代太陽能電池 第三代太陽能的設備 要開發這樣的設備 第二個消息是怎麼樣 應該講第三個了 第三個消息 所以儲分 昆山子公司 獲利3億多 如果以他 這一個 18億 19億的股本來講的話 大概占 EPS 貢獻1.65 1.65對不對 那你覺得1.65好像也沒什麼 那你來看一下 他上半年只有 0.13 那跟他對比的廣運 股價今年曾經標到100 現在只有60出頭 上半年也才賺1塊錢 他已經標了136分 換句話說 盟利如果加上1.6 那就快2塊了 那你超過他了 那還不算下半年 所以這個是盟利 那最近大家在拼什麼 AI 所以自動化也在拼什麼 AI 那我們這兩天 是不是跟各位講日月光 對 現在的半導體廠要蓋新廠 都要用到天車 要用到設備 所以盟利在 不管是大陸蓋廠 還是台灣 或甚至到美國 洲洲美國蓋廠 其實盟利都有想像空間 但我認為 最大的想像空間在哪裡 在中國 因為中國要蓋的廠很多 因為現在被美國封鎖 中國要搞自己的晶圓製造 對不對 所以盟利這檔 跟你分享一下 因為我大概看了一下 他的股價有沒有 現在38塊左右 也是三頭斜照 對啊 敢不敢買 你自己決定 好不好 老師都這樣跟大家分享了 我只是無私的跟你分享 把這檔股票 我的見解 大概分給你看 也算給你聽了 好嗎 OK 好 來 你這段時間 如果操作不順利的人 你看到我們的績效 是 OK 你也可以複製 你也可以擁有 我們的大老銀班 是 歡迎您 現在招生中 趕快跟上 綠色磚光 直接燒起來 直接加入了 好看 有